就是讲一下咱们的优势 首先就是在操作效果上的话 脱毛感受上它不疼 因为808是单一波厂 所以它不加绿波片就没有那么疼 而且一般我们图灵胶只是为了起个润滑作用 它不是为了挡光 这个倒是需要涂吗 您涂一点吧 也得涂是吧 客户会舒服一些 你比如说805OPD脱的时候 它需要扮着毛先刮一遍 对要刮掉 这个也一样 操作流程一样的吗 对对对 操作流程是一样的 对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它在机器使用上 像如果您卖美容院的话 它就连续工作24个小时没问题 对给美容院也是省时省力的 像如果是OPT的话 它基本上两个小时它就要罢工了 就要等着 对 然后温重山峰特别快 对对对 然后呢还有这个 像我们这个808的话 它能我们质保都是600万次有效抽光 就是您后期没有耗材嘛 像你买一台机械 拖个一两年的 没有问题 然后售后也比较简单 而且我们这个808相对 其他808来说的话 它对水质要求比较低 像我刚才加的就自来水 像微通道的呀 红通道的 都是 比如说微通道是用负离子水 然后红通道的就得用纯净水 然后像这个的话就操作比较简单 就相当于就 以前不是说那个什么傻瓜相机嘛 就差不多就是个傻瓜808 很好用 就是假如说它比如说客户会问到 OK微通道 红通道比咱效果怎么样 就是它卡效果的这块 卡效果 效果的话 无通道的无通道的效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这个芯片里面有90多个发光点 一个芯片里面有90多个发光点 然后它就不存在一些漏拖的现象 现在因为我接触到这一些 他聊也不过 跟别人聊 他就说这种无通道的 就是需要有可能漏拖 因为它芯片是四个组起来的嘛 中间有可能发不到的光 会不会存在那种情况 这个就是 广州那帮人给我讲 我这句话也不知道 对他们一老发光点圈就这样 对对 但其实我们这个808还是有个导光锥的 就虽然中间它有一个空缺的地方 但它通过那个导光锥都把那个光锯在一起了 都属于技术问题 对您到时候就拿相纸打的时候 因为我现在这儿没有相纸 但是我到时候给您拍个视频 拿相纸打的时候 它就是四次方方的 它中间是没有缝隙的 然后就很好 就用事实说话嘛 那啥敌归我们 每一个技术的出现都不容易 它就冲击传统行业了 是的 是的 有点占据OBT市场的 对 然后像吴通道出现的也比较晚 相对它 咱这儿主要的是 会遇到的售后问题是什么 比如像国外的话 像一般烧芯片的现象是比较少的 有烧枪的现象 一般的话可能按钮线拖了 就比如说你打太久了 然后这个按钮线会拖 然后到时候我们给您 多带一个按钮 那客户就可以自己按上去 换一下 然后其他的倒没什么问题 对 因为我之前也做过一段时间售后 像那个鸿通道的售后就比较多 我鸿通道的售后就特别少 我们那边一般的 现在都修手费比较少 咱这儿芯片是进口的是吧 对 德国耶拿的 德国耶拿芯片 就跟客户讲的是德国的吧 其实说实话 像这种高科技的芯片 中国市场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 但是它这个芯片是要封装技术 要求比较高 一般的厂它是每边封装的 像我们那个厂 也相当于原来 原来红通道无通道也是从国外进的 对吧 对对对 也是国外的技术 中国做不出来那东西 然后我们自己封装激光器 所以就相当于 对您来说技术的保证 然后你后面如果 比如说您要换手柄 或者是升级手柄什么的 我们这儿就 第一时间都能给你弄 然后技术指导 像客户问一些比较刁钻的问题的话 您到时候发过来 让我们工程师看一下 就给您回过去了 嗯 好的 我们下车就给您回答了 我们下车就给您回答了